我們俠客開講今天邱逸針對最新民生意 來進行討論 今天的新聞 我們這個瘦肉精大家聽到也會怕 過去衛生署也把瘦肉精動作是禁藥 所以過去有參瘦肉精的肉類 不管是牛肉還是豬肉還是雞肉 都不能進口 都不能賣 民眾也知道瘦肉精的東西 吃下去會影響到健康 這是過於政府到達成的 現在台選之後說美國的壓力來了 說逼台灣一定要開放瘦肉精 要解禁讓美國的牛肉進來 當然美國這樣說法 台灣也同意瘦肉精解禁讓美國牛肉進來 當然美國跟台灣的貿易談判可以繼續 當然有好處 政體來說有好處 但是問題是政府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你過去跟人家說瘦肉精對健康有害 所以過去瘦肉精是禁止了 過去抹在美國的牛肉後瘦肉精不可以進來 那你過去政府說的 現在政府有一個好的理由 來適合我們民眾 讓民眾覺得這個瘦肉精對健康沒有影響 沒有害 美國的牛肉可以進口 你政府也沒有辦法適合 你現在來開放大家說 台灣當著美國人說 美國人說要把自己當小漢 把自己當小漢 把自己當小漢 美國人說什麼 你又說什麼 台灣何必要去美國 到現在為止中國大陸 對於有瘦肉精的美國牛肉也是禁止了 你覺得說現在台灣來開放 會引起訪問嗎 楊智良跟我相同 我們學家說很好的 楊智良也說 改在他現在不是做衛生書店 不然他不知道要怎麼做 他可能關注要死掉 楊智良說 你現在讓這個有瘦肉精的美國牛肉可以進口 你知道嗎 馬上 馬上 這個豬肉 有瘦肉的豬肉 跟其他的鴨肉 鴨肉都進來了 不然這樣而已 你即使有狂流症 疑慮的牛角落和內臟 到時也都跟你進來了 楊智良說的話 不是委員送聽 楊智良說的話是真話 要重視 所以說政府面對 這裡跟民生攸關的很多問題 都是一個科研 你政府也沒有處理好事 不猜大家這次 馬總統高評連任 不猜大家對新內閣 有很大的競爭 你這些問題不改管 我告訴大家 新內閣跟馬總統的萬一度 馬上又落下來了 所以政府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我會跟馬總統同面 來反應這個問題 今天講到這裡 感謝大家